欢迎收看台湾新闻 我们要问台湾人的女儿 有没有可能成为将来日本的首相呢 下个礼拜中秋节的时候 日本就在在野党 民进党要举行党魁的选举 台湾人女儿联防很有机会选上党魁 有专家就说了 现在的联防就很像是2008年时候蔡英文 因为现在日本的在野党 也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出来整合出来进行更好的这个脚步 我们要问 如果联防成功选成为党魁之后 有没有可能将来 他就即将进驻的是日本的首相 他的梦想有没有可能成真呢 今天对各位来宾 欢迎自身媒体的胡孝晨 大家好 世大建议所教授范士廷 大家好 资源财记者欢迎蔡玉珍 大家好 君清好网站总编石校伟 晚安好 各位观众晚安 联防要角逐日本民进党的党魁 日本民进党台一议员联防6号在香山县高松市的记者会上 极力澄清 因为外界传言台日混线的他 具有台日双重国籍 并非真的日本人 对此联防表示 早在他17岁时 就已经在台湾籍父亲的陪同下 办理放弃台湾国籍 但同时也坦承 他并不清楚手续是否有确实完成 改变台湾的确认是否有确实完成 联防表示 同日他已经亲自前往台湾驻东京代表处 申请放弃台湾国籍 但并没有任何日本媒体捕捉到相关画面 联防所属的日本民进党 即将在15号改选党魁 他也是三名候选人之一 国籍问题因此也被放大见识 根据每日新闻民调 联防的支持度达到32% 以前第二名候选人 前外长钱渊陈思 整整13个百分点 胜选的希望相当大 因为日本首相是以国会多数党的党魁出任 日本民进党目前虽然在野 但联防如果选上党魁 也就代表他将有资格 绞逐2018年的首相大位 很有可能联防真的会选上 这一次日本在野党 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党魁 其实他是台湾人的女儿 而且他一直跟台湾人的关系相当好 对 就是说联防其实就是台湾人 他的父亲是台南白河人 他的父亲叫做谢哲信 所以他其实全名叫谢联防 那其实为什么他是台湾人 他的父亲是台湾人 他妈妈是日本人 联防有住过台湾吗 他是在日本出生的 所以他有中华民国国籍跟中华民国护照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当然他在17岁的时候 1985年的时候 他爸爸带着他 那时候才17岁 到我们这个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处去办这个所谓的这个 因为他拿到日本国籍了 所以日本是不承认双重国籍 所以他去申请这个所谓的这个国籍的消灭 当时已经申请了 去申请 但是因为他的爸爸讲的是闽南语台语 他听不懂 因为他只会听日语 后来他因为联防后来有去学中文 他到北京去学中文 所以他会讲中文 但是他闽南语可能听不太懂 所以他不晓得那个到底结果怎么样 而且我们的驻日本代表处也没有给他正式的回函 所以呢 这就被外界认为说 他好像有双重国籍 他压力太大 因为这次他人红是非多 但是我认为 逼得不得不赶快放进台湾的国籍 但是我认为联防 其实他本身其实 我认为他内心是有点矛盾的 因为他其实是 对于他是个台湾人 他非常的引以为傲 我觉得台湾人很多人在日本发展 可是为了要 可能觉得自己是台湾人 觉得有点 不是能够跟日本平起平坐 可是我觉得联防他从来 从他从过去当记者以来到从政 他始终以他作为一个台湾人为荣为傲 他也从来不会去遮掩 不含我们看到后来整个 他本来参加民主党 后来改成叫民主进步党 很多人外界认为说 这个名字大概就是联防参与了很多 因为台湾有民进党 对 日本也有民进党 日本也有民进党 还有人搞错了 以为日本的民进党 是台湾民进党的分布 联防真的声势很高 有人说如果这一次他不是准备要选这个党魁 事实上东京的都知事 应该是他选上 没有办法什么小白河池子 能够选上是不是 对 他在这次7月份的日本的参议员的选举 他在东京都 他拿到了这个112万票的高票 是所有东京都最高票当选 那他在2010年当时候的 曾经创下171万票的这个高票 被号称叫做联防旋风 全日本他最高票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人里面 哪一个人可以在日本当过 这个大臣的 内阁大臣的 大概只有他 谁当过参议院议员的 大概联防是近代以来 我们说日治时期不要讲了 就是说1945年之后 联防是唯一的 所以他 选举制度里面 如果你要出来选党魁的话 你就不可以选所谓东京市的市长 这样规定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联防讲过说 他要突破他的这个玻璃的天花板 这句话是2008年 希拉蕊曾经讲过 那时候希拉蕊想要竞选总统 因为跟欧巴马竞争 所以我觉得联防的一个偶像 其实是希拉蕊 那时候希拉蕊说 我要突破我的天花板 那我们知道 联防他为什么这次没有出来选 这个东京都知事 因为东京都知事 就是一个地方的首长 而他真正要去攻的大位 可能是首相 所以外界认为说 他很有可能当首相 其实他在2010年的时候 外界就传言过 他可能会阻隔 所以我觉得联防其实 如果他这次出来的话 小吃百合子 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我刚刚讲过 他在这一次的 今年的参议议院的选举 他是高票的 所以现在日本 有三个女人的战争 一个就是联防 他是民主进步党 对 一个就是小吃百合子 他这次是脱离自民党 以五党籍的身份参加 哇 这么勇敢 而且还选上 选上 那小吃百合子跟联防 两个特点 都是非常爱台湾 这个人就是当时 那个东京奥运的时候 有没有 去参加那个代表 东京都知事 小吃百合子 这次是脱离自民党参选 那自民党也有推候选人 小吃百合子本来是自民党 他脱离 他的所有的服装 所有的道具 所有的旗子 都是绿色的 跟我们的民进党很像 所以我完全就觉得很有趣 就是小吃百合子 其实他外界说 曾经传言说 他是李登辉的孙女 不是传言 是说他跟李登辉 非常的接近 关系太好了 太好 他也是非常喜欢台湾 常常来台湾 而且对于台湾 在三一地震的捐献 他非常的感谢 如果你自民党是安倍晋三 最大的势力 他脱离了安倍晋三的势力 自己出来还选上 对 所以他选上之后 当然安倍还是跟他见面 因为他现在在日本来讲 是非常具有政治实力的女性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就是日本 现在的这个防卫项 叫做稻田彭美 这个人就是安倍目前 非常希望他能够发展 所以日本现在有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的战争 那联访有没有可能 在三个女人当中脱颖而出 我觉得他在这一次的这个 民主党的这个选举里面 他的党主席目前 当然我们看到的 跟他有竞争关系 而且比较可以构成威胁 就是前方外向 这个前沿沉思 但是目前所有的民调看起来 都是这个 我相信没有他 没法跟这个联访做构成威胁的 联访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可以说是大事来讲 是非常有把握的 一定会选上民进党的党魁的意思 对 如果他能够选上民进党党魁 当然很多人说会跟这个 2008年之后的民进 台湾的民进党 对对对 什么蔡英文跟蔡英文很像 蔡英文的状况是有点像 有像吗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现在自民党 在安倍的领导之下 是执政党 那他的这个制度 还是非常稳定的 虽然日本经济不是很好 他都有超过50%以上的支持度 那所以我当然觉得就是说 这个要做这样一个挑战 这个联法要做这个挑战 其实是很辛苦的 但是我们相信任何的执政者 他都或是能够长期的执政 我想未必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联访过去担任这个民主党的时候 他们也在2009年的时候 曾经从这个可以说打败了这个自民党 可以说是让所有的这个国际间感到这个意外 就是说民主党打败了自民党 因为自民党我们知道 从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他可以说是长期在日本的执政 基本上很少成为在野党的 那2019年民主党可以说当时 可以说对抗了这个自民党而且成功 所以联访未来 是不是能够重新再创再次的执政 我想这也是国际间大家所非常关注的 如果联访成功执政了 请问我们台湾跟日本 甚至中国跟日本 甚至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微妙的变化 其实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 他每年的总理府都有做这个民调 那中日的关系 其实目前不只是因为钓鱼台的问题 造成中日在官方上的关系非常的不好 更严重的是影响到民间 就日本民众对于中国大陆 或者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好感度 至今来不断的创低 相对来讲对于台湾的好感度 每年都不断的在攀高 不喜欢中国好喜欢我们台湾 对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 三一大地震的时候 日本的这个大地震的时候 台湾的捐款是世界第一 而且最快 不只是世界第一 不只最快 是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加起来 没有台湾多 那你意思就是说 如果联访真的当上党轨之后 台日的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会越来越好 我相信台日关系 当然在民间 在这个交流方面是非常的密切 那现在除了民间之外 我们看到在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也很多 那联访当然它只是个在野党 大概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是我们真的要看日本 还是要看这个自民党 那我们知道日本的自民党 现在的这个首相安倍晋三 他其实也是一个对台湾非常友善的 我记得他在当选 在连任他首相当完第一任 后来卸任之后 他到台湾来访问 那时候还特别到了这个忠烈池 去参拜我们的这个先贤先烈 当时很多人问他说 这个忠烈池里面 这个祭祀的很多这些 牺牲的将士都是 这个对治抗战时期的牺牲 你怎么来这边祭祀 不是很矛盾吗 那我记得安倍都讲一句话 他说只要是为国家牺牲的人 都值得被尊敬 如果说联访真的选上了这个民进党党魁 他要多少年以后他会变成日本的首相 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内阁制的国家 所以我刚刚讲过 虽然很多人说他跟2008年 当时的蔡英文的状况类似 因为都在野 但是我们因为是总统制 所以你总统只要当选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执政权 这是台湾的部分 对 台湾 但日本不是 日本不是只能靠联法一个人 他必须要在他的国会过半 参政议会过半之后 他才能有这个所谓的组隔权 等于说联访旗下要非常多 属于自己的这个议员才可以 所以联访或许是一个政治明星 但是即便他当了自民党的党主席 我也不认为他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取代自民党 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中间 是一个新的政党 而且自民党他长期 我们日本是一种派伐政治 甚至家族政治 你看日本的这个参众议员 基本上都是他的父亲或他的前辈 都是政治人物 他可能是参议员 中议员 然后交给他的子弟继续来经营 所以这个是日本一个派伐政治 或者是家族政治一个常有的惯例 而这样的一个惯例 在自民党最明显 例如说安倍晋三 他也是家族政治 称霸好几十年 对 他的父亲也都是从政的 曾经参加过首相等等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一次我们看到联访 为什么会让外界觉得说 比较有清鲜感 或者我们看到他在东京都 会有这么大的支持 因为东京都他在日本来讲 相关于两个他是国际的都会 那外来人口很多 他比较没有像日本其他的地方 是那么的传统 那么强调家族政治 所以他可以接受 比较不一样的人 那联访呢 他代表什么 第一个他是一个台湾跟日本的混血 他不是纯种的日本人 对 他有这个 所以在东京都的民众是可以支持的 第二个他不是家族政治 他的父亲不是从政的 所以他给人家感觉一种新鲜感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他或许在东京都 可以获得这么高票的参议员的票 但是这样的票 是不是能够辐射到全日本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日本其他地方还是很保守 还是很相信家族政治 还是强调这个议员的服务 那这个东西就像柯文哲萧名一样 柯文哲在台北当然可以获得支持 但是他如果到其他县市去 可能大家看的还是 你是哪个派系什么的 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所以我觉得联访当然 我们当然诚心的希望 他以台湾女儿的支持 能够获得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 我们也期盼他未来能够在日本的政坛 有更多的发光发热 2016年日本的世界小姐选举出来了 冠军是一位日本跟印度的混血美女 第一名应该是很漂亮 其实真的蛮漂亮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连网友都不太买单 日本人都不太喜欢 难道是又因为混血 所以引发很多的争议吗 日本人社会的确非常的传统 他们也注重过去 所谓他们的大和风 大和文化 有那个骄傲的感觉 有那个骄傲的感觉 但是有很多地方 其实也慢慢开始在裂解 为什么裂解呢 除了一开始我们前面所熟知 像日本的相铺界 开始出现了 有外国的选手进驻之后 对不对 一开始有很多外国人 包括蒙古人 这些进去之外 另外在他们选美 这个部分上面 仍然有出现一些什么 一些杂音就是说 为什么最近的 日本的代表小姐 都选不出纯种是这样吗 选不出所谓 纯种日本人 或者像日本传统女孩 那样子的一个体态跟样貌 这个冠军您叫为漂亮漂亮 但是这是经过日本他们自己本身 这些选出来的 选出来的 平时选出来的 又是一个人选的 对 所以我刚刚讲说是 有一些裂解了 有些观念已经开始在改变了 像我们现在来介绍 这位吉川普利安卡 他是怎么样 他的父亲是印度人 他妈妈是日本人 近年22岁 身高176公分 各位再看一下 他的整个那个容貌 跟他的一个身材状况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有没有 因为发现他皮肤比较少 又黑一点 完全没有日本人的味道 对 看起来像什么 就是他就是混血 对 看起来像印度人 你不能这样讲 看起来像印度人 他就是一个漂亮的美女 漂亮的美女 混血美女 漂亮的美女 那当然就是很多的一些 这个网友 包括一些这种 日本的一般的传统民众 他会讲说 比较传统观念的民众 他会说 这个是日本人吗 熊熊无法接受 对 他说这个是日本人吗 这是我们日本的女孩吗 应该不是吧 应该照理讲的话 有没有 应该有日本这种女孩 那个传统的那样子 一个容貌出来 可是呢 我们反过来另一个方面 大家来看就是 日本在二战之后 经过西方的一些洗礼 他已经开始对 有些这个所谓混血的观念 他开始在改变 而且日本混血的人数蛮多 然后百分之二 两个都是混血 每一年的新生儿里面来讲 百分之二 其实怎么会算多 其实也不算少了 但是你就按照比例来讲的话 其实也不算多这样 慢慢慢慢的 这些混血的话 开始在各自的一个领域里面 然后开始慢慢的 他们在努力嘛 往上发展这样 那一开始最早的时候 我刚才前面讲到 说有开始有相撲 对不对 最早进去的是什么 演艺圈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艺人 他日本的艺人 其实都是有混血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是 那当然这个吉川 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有没有 他很努力的在 就是在争取这样子的后冠 他也讲 跟他媒体讲过说 他其实有没有 他有一个所谓启蒙老师 启蒙老师是什么呢 是在2015年去年的时候 得到的这个环球小姐 这个叫 去年的日本环球小姐 也是混血美女 你看这个样子像日本人吗 哪里像日本人 这就完全不像日本 没有一个地方像日本人 这个更不像耶 这个像什么 这是阿兜啊嘛 对不对 这是美国人吧 美国人没错 而且他英文超六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父亲是非洲裔 美国籍 得像是美国人 他的妈妈也是日本人 他是从小是出生在日本的 他只念到国中之后 到美国去念书 所以他的英语非常非常流利 当然的 就很多人讲说 在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谈到 这位小姐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日本的网友 也就纷纷有没有 开来骂那个这个评审 他说你告诉我 他哪个地方像日本人 不像 那他怎么能够 能够有这样的权力 去代表日本的 参加这个 选美小姐这样的比赛 可是当时也有 另外一批的人讲说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活动 而且大家对美的观点 应该是一致性的 这点我同意 我同意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是说只要是美的 你管他长得像不像日本人 我觉得如果今天 他的本身来讲 对于日本的这个 传统文化 有尊重 就应该有没有 要尊重他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公本雅利安娜 他在去年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后来得到后冠 去年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后来也讲出他的痛苦 什么痛苦呢 他说我虽然有没有 感觉看起来不像日本人 不像传统日本女性 那样的体态跟容貌 可是呢 我呢 对于日本的这样子的 文化上面的了解程度 并不亚于一般的 这样子其他人 为什么 他说我今天跟人家 讲话的时候 我说因为日本常常 有很多号李 对不对 我们如果贵州在那边 都要讲话 他都会站起来 随时也在鞠躬 我连讲电话的时候 都在鞠躬这样子 他说我是一个 道道地地的日本人 虽然我的英语非常非常流利 虽然我的父亲 是美国人 可是我就是一个 在我心里面 是一个纯正的日本人 当然这样子的 所谓的混血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日本人到底买不买到 吃不吃 那问题就在 慢慢以后的话 应该会 最近这两届的话 因为选出了混血 所以被大家骂得要死 今年年底 美国要进行总统大选 那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现在 川普 迎希拉蕊赢蛮多的 而且持续的 一直在赢他当中 现在传出有所谓的阴谋论 有人说 川普会迎希拉蕊的原因 是因为背后 有俄罗斯的总理 普丁在撑腰 真的吗 美国跟俄罗斯两个国家 是死不对头的 如果说今天 川普会赢希拉蕊 是因为这个普丁 在后面撑腰的话 这真的是一个 世界的大骗局 还是说其实普丁 是故意要搞臭 美国总统大选 的确我们看到就是 目前看起来最新的民调 川普是45% 希拉蕊43% 看起来川普呢 暂时赢过希拉蕊2% 但是我觉得 这还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长长齐齐厂长 对 在8月份的时候 CNA做过民调 当时希拉蕊 还是大赢川普8% 多8% 8% 现在输了 对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说外界现在对于 因为我们知道 11月份就要进行投票了 但是虽然目前来讲 希拉蕊暂时居于劣势 但是从看好度来讲 希拉蕊还是远远高于川普 希拉蕊59% 川普34% 看好度 所以大家还是认为 希拉蕊跟川普大概 还是由希拉蕊勝 希拉蕊现在主要的支持者 是年轻人 第二个是年轻人 而川普是年纪比较大的 希拉蕊的支持者 大概是跨膚色的 跨族裔的 那川普他大概是白人 特别是我们知道 就是一些这几年来 因为外来移民 照着很多白人 特别是年纪大的白人 没有工作 所以他们基本上 是支持川普的 那在从教育程度来讲 希拉蕊的支持者 大部分是大学以上的 那川普都是比较 教育程度比较低的 希拉蕊 川普讲话 有时候苦无遮拦 学生讲一些重贤的话 那让这些所谓的支持者 觉得听得很舒服 那照理这样说 这次川普会赢希拉蕊 真的是背后是俄罗斯在帮忙 俄罗斯有帮忙 我们看到之前有传出这个希拉蕊 在这个电邮的这个事情 说他用这个公家的电子邮件 等等 那这个案子听说也是俄罗斯 那边传出来 真假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当然 这个事件也造成 对这个希拉蕊的支持度 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其实打垮希拉蕊 是俄罗斯的唯一目标 当然这个到底有没有直接证据 目前很困难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我觉得有阴谋论 这个也是阴谋论 就是说从俄罗斯来讲 如果今天是川普当总统 跟希拉蕊当总统 哪一个人对俄罗斯有利呢 当然是川普当总统 对俄罗斯有利啊 对啊 因为川普当总统 可能就有一个就是精神状态 或者是自治能力 比较差的人当总统 那可能容易出错 而且川普说他很欣赏普丁 不是吗 对 他就是说他把普丁 当成他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崇拜的对象 但事实上他最近又说了 他其实他没见过普丁 也没跟普丁打过电话 对 那干嘛欣赏他呢 全国就好像是他 就是他在欣赏普丁那种硬汉的作为 强人政治 跟他的style有点类似 或者我们说 所以跟菲律宾现在的 这个新的总统 也有点类似 就是一种不按牌理出牌的 不按照过去的这种规章 或者过去的这种文化 或者是过去的这种 惯例来做事情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现在最近包含美国的FBI 就是美国联邦大臣局 或美国的CIA 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或美国的国安局 他们也开始密切的关注 俄罗斯是不是在 这场总统大选当中介入 除了我刚刚讲过 这个如果是川普当选 可能对俄罗斯是有利之外 俄罗斯另外一个企图 当然就想要去 让这个美国的选举 变成司机长 大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 并不是很光明正大的 甚至很多是放黑化的 或者是在背后攻击的 或者有很多黑幕的 让这个选举变得非常的 不是公开或者是公平公正的 把它搞臭的意思 搞臭 对 因为我们知道 这样就可以凸显 美国的文化 或美国的政治文化 并不是普世的价值 我们知道美国 他一直强调 我的民主政治 我的自由法治 是普世价值 所以世界各国 最好都能够依循我的方式来做 而且引领世界潮流等等 所以为什么台湾到今天为止 美国政府还是很支持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 亚洲国家民主化的成功典范 但是如果今天美国的总统 选举变成是一个 大家互相丢泥巴 而且互相攻击 恶意的攻击 或者是负面选举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让俄罗斯 就可以对外说 你看美国的选举 其实也是黑幕重重 那美国的民主 也没办法成为普世价值 美国也不应该会成为 全世界的警察 或者来领导全世界 那俄罗斯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 或者说俄罗斯 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做的话 但我们现在没有充分的证据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他是要去 攻击美国的是什么 是他的sop power 他的right实力 因为美国的sop power 代表他的民主自由的价值 我让你民主自由的价值 给你戳破之后 你美国在全世界之外 你的right实力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这次选举当中 还跟俄罗斯所谓的金钱有关系 传出说什么 他跟川普的选举大臣 有金钱往来 一直后面给他很多政治献金 是这回事 这是川普的一个竞选的经理 叫做曼纳福特 因为最近传闻 他跟之前的乌克兰 乌克兰的前任的流亡的总理 叫做亚努克维奇有关系 因为他们乌克兰 他们最近的反贪污单位 在做调查之后 发现了在亚努克维奇的办公室里面 搜出了一些证据 发现曼纳福特曾经收受 亚努克维奇1270万美金 折合台币是4亿元的一个款项 所以外界就质疑说 是不是川普他的竞选经理 跟乌克兰甚至跟俄罗斯之间 有所谓金钱上的关系 那这个就变成是影响到了 比如说俄罗斯跟乌克兰 透过这个金钱来影响 这个所谓的美国的选举 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 虽然他一直是俄罗 过去人在世纪 一直是俄罗斯的附庸国 到今天为止 他跟俄罗斯的关系 还是千丝万缕 所以说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那就被人说 我刚才川普又这么崇拜普丁 那他的竞选大将 又可能有收受 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款项的时候 那就会让人觉得 好像是不是川普背后 有这个俄罗斯 另外川普最近又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我们知道 因为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 在这个地方 因为克里米亚是 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当然这里边的人 里面来俄罗斯人很多 他们办了一个公投 就说我们要脱离克里米亚 我们要加入俄罗斯 那当然普丁非常高兴 这也被外界批评 就是普丁去侵占了克里米亚 因此到今天为止 世界各国对普丁 对俄罗斯是经济制裁的 那川普说 只要这个俄罗斯或者普丁 愿意去跟我们一起合作 来攻击这个ISSS的话 我可以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川普的 对川普说 我可以对俄罗斯的制裁的 可以减少 我也愿意跟普丁握手言和 那这个就会让外界批评说 你川普似乎是太亲近普丁 跟俄罗斯 因为我们知道克里米亚的问题 其实国际间都认为 他不是一个公正客观的公投 而且俄罗斯在背后 有非常多的操作 那这个是国际间所不认同的 因此我们看到 国际间对俄罗斯有经济制裁 这为什么就是说目前 这个俄罗斯的经济一蹶不振 也是这个原因之一 所以目前来讲 这个川普反而去同情 这个俄罗斯 反而去同情这个普丁 这个当然就让国际间觉得说 他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个恐怕是违反了这个人权 以及违反了这个民主的一个价值 这一次呢 就像白起干头 并购勒胜这个案子 让财经投资人水是这么多 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 林权院长可能因此要下台负责 热生自救会群组通知 一整天没遇过 小股东在板上罵翻了 因为收购案宣告破局后 情况一天比一天糟 六号晚间 独立董事陈文倩甚至宣布起辞 对我们来说 他也是个警讯 大家都很担心说 我们的股票会变成一个账币 陈文倩在脸书PO出公开信 谈到认识热生董事长许金龙14年 从记者到乐生董作 双方合作愉快 直到今年5月31号 中信商营寄来公开收购通知书 改变了一切 陈文倩说 日上白起干头违约 让他学到非常多教训 公开收购法律不完备 承销商中信商营也只是手续公司 不负责对客户的信用调查 也不查核资金来源等问题 第一时间他没有想到要请辞 但过去几天他耗尽体力维持乐生运作 未来的工作他无法承认 最后陈文倩更劝告 今天的危机不比当年 要许金龙成熟应对 只要合法就不必气馁 金管会已经采取三项措施 并发出声明 但3万多名股东认为 收购案违约至今 乐生股价连存6根跌停 一切为11万 日上白起干头 则首度发出道歉声明 强调市场上太多投机者 大量抛售股票造成股价波动 导致公司资金调度困难 才无法完成收购交割 目前政权力严理补偿和解决方案 乐生收购案破局至今 董事长水晶龙依旧漂流海外 大批股东还在等他回来 顶着带 好 整个案子我们讲清楚 日商叫白起干头 台湾叫一个乐生公司 那意思就是说 当日商公司告诉大家说 我要去买乐生公司 买它的情形底下 所以当时乐生公司的股票 一直不断地往上升 有很多人就投资这个公司了 可是现在说他不买了 对 说他不买了 不买了之后股价就一直往下跌 一直往下跌 没错 这个股价 然后我们很多股民都赔钱 这个股价就从一步 一百零几块 大概一百零五块左右 连叠六根 到今天四十亿块多 那一定还没有人要买 对 没有错 而且还有一万多张的 卖单高高挂 其实乐生这家公司 我要先让大家认识这家公司 因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是我们媒体记者出身的 跑财经 跑政治 他叫许金龙 刚才带子有讲到 对 那许金龙 其实他回来了 他现在表现得好像很有诚意 说我回来接受调查 那这个收购不成 这个百尺干头 他说他们资金调度有问题 所以我也是受害者 可是搞了半天 我们从头到尾都发现说 百尺干头这家资本额 只有五千万的公司 到底有没有能力来买你乐生 因为乐生我给大家看 这个乐生的股价 你许金龙说在2000年的时候 他这个朋友要找他创业 所以他就转了500万 到这家乐生公司 好 那慢慢做到 他股价最高来到195块 其实温瑶你知道吗 来到195块的时候 他的股本是15.9亿 你知道他的总市值最高多少 多少 300亿 可以膨胀那么大喔 对 所以你看一个记者出身 然后到了这家公司之后 可以股价一直炒到 整条插钩票就对了 插到 炒到 其实从195块再往下修 修到今年年初 大概2月份的时候 大概75.5 对不对 这里有 大概75块多的时候 他想说 那我的股价 已经从195腰斩下来了 那我是不是要创造利多 再来救一下 对 再来让大家知道说 我后面还有利多 好 所以他就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让大家知道说 我呢 要发行可转债 所以你看到他 从3月初的时候 就连续发行了6个可转债 所谓的可转债意思就是说 我把我公司的股份 接受你们来投资我 对 我是大股东 然后呢 我需要转投资 那你们呢 你们就拿钱出来 比如说他有可转债有5亿 5亿 10亿 那等于是从市场上吸金 吸了这个金干嘛 他说我去收购了一支箱 一支箱大家都知道吧 蛋糕 连锁店 所以这个有业绩的实体店面 你们不用担心 应该要买会赚钱 对 还有另外一个叫夷克 夷克的话 那么多咖啡厅 大家都在那里谈事情 所以他也是实体店面 所以我收购了夷克 我收购了一支箱 所以我连续发行了6档可转债 这6档可转债加一加 其实就少数人 就算起来就说 我这个可转债 等于是我把我大股东的股票 我直接换了现股给你 好 这个换了现股之后 它股价就从75块一路 飙飙飙飙飙飙到后来的 一百零几块 他这样做就很多愿意投资他 对 因为 大家都不管说到底会不会赚钱吗 但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大股东说 我是日商 那他中间还包括了 他其实许金龙他很厉害 就是他退出媒体 变成了所谓的游戏界的李安 他自己说我要变成游戏界的李安 因为他自己就说 他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所以在乐生介绍公司 在台湾的媒体 因为他自己是媒体出身 他有许多好朋友 包括财经记者里面的几个人 都是他的顾问 甚至包括我们等一下好好的介绍 那几位重量级的独立董事 刚才我们新闻带提到说 辞掉读董的陈文切 也是其中之一个 包括李永平 他们姐妹俩本来就很好 对不对 还包括了这个 从经济部退下来的引启明 他也有 引启明 你知道吗 这个并购案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经济部投审会准了 经济部投审会说 白痴干头要花48.6亿 来买38000张的乐生 好 准 好 结果呢 结果这个殷启明是 许基隆跑新闻时候的好朋友 所以请他来当独立董事 那他也找了陈文倩 找了李永平 背后还有一个游戏界的大佬 叫刘伯源游戏橘子 所以大家看乐生这家公司 就是许基隆再加上 刘伯源游戏橘子 再加上陈文倩早期叫什么 夢想家 然后以及搞文创的李永平 然后再加上背后 大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叫做日本人 就是所谓的白痴干头 尖野游招 对 白痴干头这家公司 叫做尖野游招 尖野游招突然有一天跑来说 我呢 这个我是2014年成立的公司 我觉得李永平很赞 你赶紧费 对 所以我赶紧费 但是他最早的时候 是先买了6800张 我买了6800张 那我现在 我是成为4%的大股东 因为6800张其实不多 好 结果呢 我买6800张之后呢 到了今年 好 我们看到他5月6月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大量的发行可转载之后 我们就看到那个股价 其实呢 又告诉大家说 我这个叫做白痴干头呢 我要来合并 所以呢 那个要合并之后呢 股价又一路往上走 你知道吗 乐生告诉大家说 我要投资一支箱 我要投资一克 对 然后告诉大家说 我背后有这么多知名的人物 在我这边当独立董事 没错 大家都有信心了 有信心 股价已经涨了 对 然后日本公司又来 又来了 我要给你买 我要给你投资 游戏界的李安 未来的股王 然后一直就一直往上飙 一直往上飙 对 那一直飙到很高之后 现在传说他买了 对 就往下一卸千里 一卸千里 所以股价就从大概105块左右 可是呢 之前出现大量的卖单 这里呢 我们回到那个走势图 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 就是说 它让人家非常可疑的地方是说 它的股价从一百零几块 有没有 最高的时候 其实来到这个一百多块的时候 三月初 那时候发行可转债的时候 对 那其实你看它有点往下修 可是呢 到了收盘价就是105块的时候 都百多块不错 已经传出百尺干头 有意向新管会申请公开发行 这个时候 要收购 对 那要收购之后呢 股价再飙高到114 好 再飙到114之后呢 大家都觉得说没问题啦 我们的投审会准啦 那另外一个金控的代表 就是中信银证券 是受托 接受信托 来收购之家公司 那问呢 赶快投 问呢 为什么 因为呢 有庞大的所谓的 独立董事的陈文倩 对 还有李永平 前经济部长 还有财团 还有财团 背后有金主 然后呢 我们要来收购 那这个金管会也准了 然后另外包括中信银证券呢 也已经受托正式接受信托 各方面 接受信托就是什么 就很像你去买一个房子 你不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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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中信银证券 现在呢 傻眼 为什么 因为发现白尺干头 是一家空壳公司 听说什么 他的资本很小之外 那资本额5000万 登记的地方 说没人来 没有人 就是在新北市的一个小地方 那目前呢 没有员工上班 没有员工 那大家也都不知道说 他这6800张 当时只是在市场上这样买 对不对 好 可是呢 他背后就说 许金龙说 那有啊 我是跟那个日本人啊 今天也有招说 他要买啊 所以呢 他就去金管会 还有这个投审会申请 那就准了 所以现在呢 他说资金有问题 那没办法并购 结果许金龙说 你们去问投审会 有这个道理 他意思就是说 当时投审会 尽管会批准我的 对 责任在于官方 对 官方不是我 不在于他 他要紧张去哪 我跟各位讲 就说其实像这样子 大股东本身 大股东本身 第一个 他可能把自己的持股 转向我们看得到的 这个白齿干头 也就是说 这里头可能是一部分 那包括什么 包括我把钱转出去 买了一克 我买了这个所谓的 一支箱的这种实体店面 其实许金龙 后来个人的部分 我看到的是只有1200多张 1200多张的话 顶多加起来大概1亿多 可是他在114块的时候 其实总市值 来到大概将近有 算起来的话 其实因为他是15.9亿的股本 所以总市值大概有110亿以上 就大概100多亿 那100多亿的话你说 他自己这样子一个 你想想看 就说一个媒体出身的人 然后开这台 塞这台大车 那他后来用的方式是说 乐森 我不知道乐森到底有多少人 在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因为他打的是中国市场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有去收购 中国的这个同步网络公司 厦门同步网络公司 所以他就用所谓的 中国的一些游戏 14亿人口 让你觉得说他有未来 所以从中国再打回台湾 那再加上三位重量级的独立董事 就是陈文倩 李永平引起名来背书 所以就让投资人 你知道这次最惨的是说 从114块 然后一路下来到 这个 现在是几块 41块 就说你本来一张可能是 10万或15万买的人 因为他最高的股价是195 就是一张19万5 那比如说 OK你是11万买的 现在呢 所以4千块 4万多块 4万1千 还卖不出去 所以他搞不好会变成 3万2万1万 不知道 那所以现在呢 投资人集结要来求偿 那求偿的话 许金融就表现得 很有诚意的样子 好像说好 我会来解决 我要让股价止跌 可是我告诉你 他的手上的股票 如果已经透过可转债 转成现金 然后呢 股价又从100多块 一路往下腰斬再腰斬的时候 他满手现金 我如果手上有三五十亿的现金 我拿一部分来承接 你觉得这叫什么 不知道 所以现在呢 很多市场上的资深人士都说 这是一场精心 完美 设计 包括制造话题 包括让媒体做正面的报导 包括请重量级的董监士 取得散户投资人的信任 所以有很多 他说买一张 两张 三张 五张的投资人说 我看陈文茜 我看李永平 不把我们骗 股票变壁止之外 之后 他没有当独立董事 虽然他辞职了 对 他们有没有负联带责任 现在 现在有很多的散户小股东 去告 除了中信银证券之外 去告这几个独立董事 包括董事长许金龙 包括陈文茜 李永平跟尹启明 就说你们脱离不了责任 可是陈文茜是在 当已经在网路上被骂翻了 被骂到说你是重量级的门神 你们这些人是欺骗股民 然后让股民误以为说你们公司很好 所以才进来 所以大家公司可能要有什么新股东进来 或是发展所谓可转债的时候 独立董事应该要知道 不只如此 其实白齿干头这家公司 从五月六月 决定要不要跟勒生这家公司合并的时候 所有的会议 独立董事 这几个人都有一起召开 要签名 而且他们说 OK 照理来说 他们必须对白齿干头这家公司的财务情况 做认证 做了解 确认说OK 他的财务是OK的 他的资金是OK的 他们全部是一伙的 他们全部都坐在那里坐领甘心 就说好啊 要不要并你决定就好啊 一个月可以拿多少钱 独立董事 就我的了解 因为陈文健说他六年拿了200多万 但是就我个人了解说 他推了另外一家公司 一个月100多万 因为这里好委屈 这里只有30几 所以一年大概400多万 这里一个月才领30几 很多 他说我推掉了另外一家 150万的来这边领30几 所以我很委屈 当然现在他的理由是说 我这个分身乏素 那其实是被骂翻了 又担心背负法律责任 因为独立董事坐领甘心 不负责任这件事情 我们在媒体 在很多的这个公司治理里头 已经要求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 应负责任而未负责 那必须要负起法律责任 也就是背信 所以有很多人呢 现在股东受害人集结起来 准备对中信银证券 还有包括核准 核准一个莫须有的 并购案的经济部投审会 以及这几个重量级的 独立董事 包括许基隆董事长本人 其实都已经展开了 所谓的求偿追偿的一个行动 但是呢 这到底是如何 就是说 到底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骗局 是不是 因为我们在市场上看这么久 其实他刻意制造出来的话题 我常形容说 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热声的游戏 到底有多卖 那跟以前博达的这个生化甲 到底它功能多好一样 有很多人无法 三都没 三都没无法理解 就对你买就对了 但是呢 徐星龙很聂的就是说 他很聪明的是 我弄了一支箱 一亿多 然后我用了一客 让大家知道说 我有实体店面的业绩 我可以灌进去 所以我热声的这个营收呢 还是一样好看 但是好看跟白指甘头 这家公司的一个并购 到底这个并购是一个假并购 真詐欺 还是真的因为白指甘头 这家公司呢 他资金调度上面出了问题 那白指甘头的那个那封信 然后以及呢 这个所谓的兼野油招 这个并购到底是 虚拟的 或说其实这群人 都叫做共犯结构 那我想就靠检调单位 给投资人给社会大众 一个明确的答案 过来看到是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呢 其实一直也发展自己的军武 接下来看到的是俄罗斯陆军当中 所谓的五大武器 都是厉害的来的喔 对俄罗斯啊 这几天在办一个陆军展 我们看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那个陆军展啊 其实有非常多俄罗斯 新锐的这个武器出来 干嘛 要抢单啊 你看他把这个武器展展展展出来以后 就希望大家来跟他买这个武器 就是说首先呢 也先展示俄罗斯的这个武器有多么厉害 然后藉由这样的展览呢 让大家来喔 就是说那个国际上的买家 来认同俄罗斯的这个武器 当然你可以看到这次俄罗斯的武器里面 它其实因为主要是陆军展 所以它有几款喔 新的这个那个战车 以及这个那个设备 像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有一个 就叫三毛矩M3这个飞弹 三毛矩M3这个飞弹 跟过去几款飞弹 它那个最大的改进 是它增加了这个射后不理的功能 什么叫射后不理呢 射后不理 射后不理就是当飞弹发射以后 发射车就可以跑掉 就不要管它了 因为过去你这种地对空中的 防空飞弹系统 它在你把防空飞弹打出去之后 你一定还要有这个照明系统 一直持续不断照着它 像你看这个过去的那个三毛矩 这个飞弹在那个 打这个敌人的飞机的时候 它飞弹发射 但是它还是要继续用那个 照明雷达照射 但是这个新款的这个 那个三毛矩M3呢 它的接战的能力就相当的好 它从15米高度 到大概那个4万公尺 然后甚至于距离 大概可以到35公里远 这个距离之内 你只要这个飞弹瞄到了它 它发射了以后 它首先呢 当然就先把这个 那个敌人飞机的位置 或者是各种航空器 不管你是可能是飞机 或者是巡异飞弹等等 把这个位置 告诉了三毛矩飞弹以后 它这个M3飞弹就会发射以后 然后藉由它自己本身 跟雷达的这个巡标器 接手巡标以后呢 那发射车就可以跑掉了 所以它很标准的这个 精准度很高 所以我一直瞄准 一打一定中 所以我射后不离 完全都不在乎一定中的 对 然后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另外一款 这个是地空的这个雷达星 M2的这个雷达 因为它这个本身 它其实是一种 就是野战防空的这个系统 它这个野战防空的系统 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它这个车辆本身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 装有各种的设备 让这个车辆它本身 其实变成是一种 是什么 是可以在敌方的飞机 过来的时候 它把它加以拦截跟攻击 然后另外你可以看到 这个新的BMP T-72 这个它其实是一种 叫做战车支援车 这很奇怪 为什么叫战车支援车呢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俄罗斯的战车 它们在那个 国际的这个武器的 这个表现上面来讲 并不好 特别是在叙利亚 叙利亚这个 买了很多的俄罗斯战车 但这些俄罗斯战车呢 都很惨 怎么样 在这个巷战里面 被那个反抗军 拿那个美国的那个 开灌器 叫托式开灌器 就托式飞弹 随便打随便中 随便打随便中 而且一打了之后 整个炮塔就炸飞了 你知道吗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影片 当那个俄罗斯战车 被这个托式战车命中以后 那个炮塔就飞起来 掉到旁边去 我知道一个阿兵哥拿托式飞 但我一打 我就可以赶快跑 我一个人可以 一个人可以点很多的军武武器 对 所以呢他们现在开发这款 BMP T-72 它作为一种支援战车 你发现 它的主炮不见 它为什么主炮不见了呢 因为它的主炮 改由这款 30公里的快炮取代 然后除了30公里快炮之外 它还挺机枪 另外它旁边装了四枚 四枚什么 就是雷射导引的 这个反战车的飞弹 因为你在向战之中 你变成说 你要用你那个战车上面的 不管是125的也好 或125的这种大的主炮也好 你要去打这个敌人 对不对 你会发现战车炮 反而用起来没有那么顺利 所以呢 像这款新的BMP T-72战车 它主要的 它虽然说也是战车的底盘 它这个战车底盘 跟着战车部队一起开进 包括像向战这样的范围之内 它上面这款 这个反战车的飞弹 射程范围是6公里 而且呢 它的这个机炮 那个射击的距离也很长 也就是说 它特别适合在这种 我们讲到的著名地战斗 就是房屋 街道 非常拥挤 然后用快炮 当看到敌人的时候 用快炮快速的射击敌人 因为你看它不是一管 它两管 这样两管30公里的快炮打下去 我跟你讲 它的这个威力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形成一片淡海 这个打它的 要抵抗它的这个敌人 其实相当值得 你看打这个公车 把车你看打得烂的 跟什么一样 然后另外它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9M120的这一款的 这个战防飞弹 战车防御飞弹 因为如果说 它先看到了 有敌方的这个战车 很接近的话 它就用这种 战防飞弹去打它 这也是一种弹炮合一 但是呢 它的本身是针对路的 过去呢 我们讲的弹炮合一 都是对空的 另外这个9K333呢 它其实是一款 尖射的防空飞弹 就跟美国的刺针飞弹一样 但是俄罗斯强调 它这个飞弹的反应时间 跟射程跟距离 都比美国的刺针飞弹 就是丁尔 还要好 那当然最后我们要看这个 9A35G 这个Tornado 这个那个 龙卷风 对这个龙卷风的 这个什么 这看起来好像啄啄的 你知道 这感觉好像不是什么 很高明的武器 这个其实是俄罗斯 一贯它们那种大炮兵 的这个概念的继承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之前看到俄罗斯 它推出了好几款 这个炮兵火箭 那这种炮兵火箭呢 它的射程 又比它们之前前面推出的 两款炮兵火箭的射程 又更长 而且你看它用这么多 装载在一辆车上面 它所诉求的重点是 我现在这一堆火箭 砰砰砰砰打出去 第一射程可以打到90公里远 射程够 对 打到90公里远 第二我第一枚弹 打出去对不对 然后到我最后一枚弹 打出去 我第一枚弹 还没有落地的时候 你注意 第一枚它刚刚打 你看这么多子弹 第一枚弹射出去 还没有落地的时候 我后面这台车 我就已经开始变换阵地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 就是说你现在的这种战斗中 你要这种进行火力支援 或干嘛 你一发射这种火箭也好 火炮也好 敌方的反制 像炮兵雷达 马上就抓到你在哪边了 然后呼叫空中支援 对你进行攻击 所以就变成 它一定要能够精准地掌握 快速发射 而且射了就跑 而且边跑边打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Tonado机 这个多管火箭 就是俄军过去那种大炮兵的思想 程序下来 而且你看 这么多车 发射下去 就形成一片淡海 90公里远 他想强调 第一枚射出去 第一枚弹还没落地 我后面已经射完 而且我车开始跑了 了不起 对